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子省色紧张 赶紧跑道派出所 原来是自己的妈妈走失了 警方货报也赶紧调约监视器 看见一名穿着橘色外套 头戴粉色安全帽的妇人 沿路经过多个路口 现在听稍早警方访问 发现该女子骑乘摩托车一路往北 那于血情过程中20死左右 接获8万人来电 说其母亲因其体力不支 倒握在球场路附近 原来妇人住在前证区 附近邻居发现妇人 之前就算一早出门 每天中午也会回家吃饭 但16号下午4点左右 却一直迟迟没看见妇人的身影 这才打电话通知住在山明区的女儿 事后女儿打给自己的妈妈也没有接 这才报案求助 在晚上8点左右 女儿也接到路人的电话 指出妇人在鸟松区 疑似体力不支自帅受伤 好在没带挨 只是原本不记的号码 这一帅就响起 虽让人疑惑 但平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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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